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上一節我們有講到怎麼樣利用這個YouTube的自動翻譯功能 把很多英文的影片沒有字幕的影片 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字幕 或者是其他語氣國家的字幕 讓你方便做學習 因為有很多聽力不是英文聽力沒有很好的同學 像我自己英文聽力沒有很好 我就利用那個方法可以看懂很多的英文的影片 那這一節我們主要講說在Netflix上面 現在很多人用Netflix在看影片 然後怎麼樣安裝一個軟體外掛 就可以把Netflix這個影片的裡面的字幕 讓他中文和英文同時顯示出來 讓你在而且還可以加速或者是放慢速度 讓你在學習英文的時候比較方便容易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等一下最後我再來講去哪邊安裝 這個很簡單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怎麼樣使用就好了 像我現在開啟一個Netflix的影片 然後播放的時候 那你看他的字幕 下面這個字幕有沒有 我把聲音關掉好了 把影片的聲音先關掉 然後你看他播放的時候下面是不是英文跟中文的字幕同時顯示出來 對不對 然後你要在這個速度上做調整的時候 你只要按數字鍵 鍵盤上面的數字的1或2 你看我現在按1 它上面中間是不是顯示1.25倍 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剛剛已經加速了 所以你看1的時候是減慢 你看我按1是變0.9 這裡 再按一下1 0.8 0.7 最慢就是0.7倍 就是放慢0.7倍 然後加速的話我按2 如果是桌上型電腦的話你的鍵盤 按上面或筆電 你不要按右邊那個數字鍵 你按上面那一排的數字鍵 2就是加速 你看1倍1.25倍1.5倍 所以最快就是1.5倍的速度 所以你在學英文的時候 如果真的聽力沒有太好 你希望放慢速度 那你就按1 到0.7倍是最慢 那你如果覺得說你英文非常棒不錯 你要練習 那你1.5倍 讓他講快一點 然後下面就顯示英文跟中文同時秀出來 好 那怎麼樣秀同時英文跟中文呢 在右邊這邊 這邊點擊下去 然後這裡是直接選他的英文 這邊 這邊直接選英文就可以了 那他音訊本來就是英文嘛 你要聽英文的話 右邊這邊你就選英文的字幕 OK 那因為這個上面這個工具是Netflix 它原本電腦版的 它原本就是這個工具 所以 它本來預設是顯示中文的 可是因為我們要讓它同時顯示英文跟中文 所以我們就把它調成 預設讓它顯示英文 也就是上面這一排 是Netflix 它本身提供的語系 然後下面呢 下面這一行 就是因為我們安裝了這個外掛軟體 所以產生了中文 好 那我們最後 很簡單嘛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軟體去哪邊安裝 好 裝完之後就會有這一個 LLN的這個logo跑出來了 所以這一個外掛就必須用 Chrome的瀏覽器 Chrome瀏覽器 然後去安裝這個外掛就可以了 這個擴充功能 就叫Language Learning with Netflix 就這樣 把它按這個鈕裝起來就好了 那我如果再按一個鈕呢 就移除這個擴充功能 所以你去搜尋Google搜尋LLN就可以了 LLN 好 這樣就找到了 搜尋LLN這三個字母 然後就可以找到這個 第一個就是了 就是這一個 然後把它安裝起來 來 就會擁有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看影片 有同時多語系 跑出來的這個功能了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國家的朋友 他們要翻的不是中文 我們要去按右下角這個 跟他說 右下角這個選項 把它打開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翻譯語言 要翻譯成什麼語言 這邊有很多其他國家的語言 就可以去翻譯成其他國家語言 這個翻譯語言就是顯示在下面這一個 下面的部分 就是翻譯的語言 然後上面的這一行呢 就是剛剛講的在這邊 去選取他預設的語言是什麼 就是上面這一行的字 好 這一節就講到這邊 這樣夠簡單吧 趕快去學習吧 我是劉海伯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準備 好不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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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